榴球最南端純白獨棟民宿 只要二到四人就可以包動入住 社群平台短影音介紹榴球民宿美景 影片中張小姐和男性友人手牽著手 一下在屋內轉圈圈 一下到戶外享受陽光 督駕鋒讓人感受輕鬆愜意 但沒想到影片上傳 卻引來大批網友留言批評 有網友留言普渡不是結束了 怎能帶共品進去屋內 還有人說目測是M60A3 覺得是國軍主力坦克車 更有留言暗酸 寫著羅密歐與動物過夜 近千篇留言幾乎都是對張小姐 人生攻擊的字眼 但她完全不想忍 一口氣搜證提告84名網友 我沒有受到這些言論的影響 我還算蠻正面的 但如果說某些人 他可能心理的素質沒有那麼強 如果突然跑去自殺怎麼辦 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應該 就只是我閉嘴我吞下去 不少網友都是匿名留言 但張小姐背後有強大親友團助陣 幫忙搜集到網友各資 工作的空檔看一下 然後就開始截圖 然後看他們的ID 然後傳給親友團 會有人去查說 他們在做什麼在哪裡工作 我真的覺得就是要給這些人 就是一個教訓 然後也是一個借鏡 一口氣提告84名網友 法界仍然是認為 如果只是評論美酒或是外形 每位法官見解不一致 但如果帶有貶低性辱罵字眼 涉及人生攻擊 就有可能觸發 比較帶有歧視性或侮辱性的言語 一般會構成刑罰的公然侮辱罪 但是如果帶有一些很貶抑的 比如說這個臭肥豬 或什麼這種的 我認為他就比較有侮辱性的意味 他可能就不是單純評價的範疇 我認為這樣他成立的機會 就會相對高很多 張小姐並非工作人物 大動作提告 做法引發關注 他希望透過自身例子 呼籲網友們將心秉心 別當隱身鍵盤俠 傷害他人 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近期黃俊仁事情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